歐盟地中海海上行動10月7日 將進入打擊人口走私犯第二階段 歐盟外交事務主管莫奎尼利 星期四宣布這項決定時表示 一切準備就緒 歐洲軍艦將在國際海域搜尋人口走私犯 如果必要將驅趕海宜的船隻 他表示歐盟軍艦不會進入利比亞領海 參加歐盟這項行動 目前有四艘軍艦以及多架飛機 被船隻記不動 看 MID mont畫像 華船 在魔於是 在火山所 亨利 18 庭 時間